我未来要让至少一百万人移民火星 哪是梦呢 火星能读人 三次改变世界 造火箭上火星 还扬言要让人类移民火星 为什么马斯克对太空如此执着 十岁那年 马斯克获得了人生第一台计算机 年幼的他对计算机着了迷 还决定自学编程 只花了三天就学完了基础编程 十二岁的马斯克就另编程知识 制作了一款以太空为背景的游戏 在制作游戏的过程中 马斯克翻阅了大量关于太空的资料 随着游戏研发的深入 深邃无边的游戏画面 激发了马斯克对太空的向往 他很想知道其他星球到底是什么模样 火星移民 新能源世界三体 嗯 还是宇宙爆炸帅就你了 最终他做出了宇宙爆炸的科幻小游戏 便成功以高价卖给了爆社 这款游戏也启发了马斯克对太空的想象力 从那时起 他就开始梦想自己能改变世界登上宇宙 他还经常把自制的火箭模型 拿到巷园里面展示 从此收获了一只米地米妹 长大后为了梦想 他成立SpaceX公司 目标就是造火箭 上火星 但这可不是天才看几本书就能做到的 不出意外的话 那确实是出意外了 第一次火箭是非失败 后来第二次第三次也相继失败 为了梦想 他差点破产 几乎败光财产 米尹 做不出来火箭 他好像没钱了 再一次一定可以 最后一次 最终第四次 这个火箭成功飞上太空 一家名企上火星瞬间轰动全球 甚至获得NASA16亿赞助 马斯克也是继三个国家之后 第一个造出火箭的个人 其实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是因为马斯克在梦想始终的执着 今年 马斯克被时代杂志评选为2021年度人物 他说自己很喜欢半条命2 神话骑兵等游戏 也许就是这些游戏画面丰富的想象力 不断激发着马斯克对太空探索的兴趣 如今他的终极梦想 是让一百万人移民火星 你觉得他能成功吗 或许只有那些疯狂到 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的人 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